擅長新古典 簡約日式禪風等設計 客製化更是它的強項 幸福魔法師沾芳梅 將介紹給你不一樣的奢華風情喔 典雅的線版 浪漫的水晶燈 精緻旅館般的奢華享受 食坪的空間讓人大大驚豔 今天這一集的幸福空間呢 我們看了這個家 如果我不說 你可能會與我們的外景隊 拉拔到了歐洲 要拍到歐洲的某一個 驚蹄旅店的設計 其實不是喔 這是在我們台灣 而且是台北喔 在設計師 這個空間已經真的很驚豔耶 是不是啊 其實這個案子呢 其實我的創作靈感來源 你來自哪裡你知道嗎 你知道 其實是來自業主的 他本身的氣質與品味 業主大概幾歲 30歲左右 對 什麼樣感覺的人 就是很牙皮 很時尚 很時尚的人 沒錯 OK 這個空間是根據氣質 來幫他們做規劃的 沒錯 那再者 他很Worry另外一點是 因為他的建築物外觀 下面有看嗎 整個是弧形 四分之一弧形 就是國外才會有這樣棒的格局耶 沒錯 先天效果我們感覺很棒 大片的落地窗 可以看外面的view 然後是個很漂亮的弧形 可是擺在室內來講 我們還是要生活喔 對 那還希望美美有兼具時尚的感覺 床頭位置就很難擺囉 所以我想了一下說 我把這個床頭位置 把它垂直90度擺 擺在我們身後的地方 對… 然後這個可以兼具呢 它躺著睡覺的時候 又可以兼看電視 然後這個前面呢 臥室前面有個小的起居室 自然而然就形成一個小客廳 小的起居室 對啊 因為又搭配到那個業主 他們希望說平常 年輕人嘛 對啊 OK 說真的 這樣講白話一點 它的這個地形面積 是個扇形對不對 沒錯 這樣的東西在別人看來 可能有點棘手 可是在你心裡 會覺得好開心喔 對 又可以挑戰了 可以挑戰了 好 OK 來 我們看一下 這個空間的風格呢 它我是界定在 叫義大利式的 奢華風格 義式奢華風格 為什麼是義大利式 因為我這次的定調 是把它弄得比較黑白 強烈的對比 非常有層次 可以這樣說 我覺得你是黑白顏色的對比 不過你的線條是走古典的 沒錯 所以這個空間營造起來 就真的就是 你所謂的 義大利式的這個 時尚風格了 沒錯 好棒喔 我覺得這個時尚小豪宅的打造 觀眾朋友一定很喜歡 我們這邊大概評出是食品嘛 對 雖然小歸小 我們還是有玄關喔 要看玄關之前跟大家分享一下 詹設計師說 這個房子 交到它手中的時候 就是一個空 對 空 然後就是整個平面 很沒有立體的感覺 對 可能就是一個扇形 沒錯 好 所以今天空間的層次感 跟線條都是 你創造出來 我們創造出來的 來 先看玄關囉 其實一進來那個口 有點狹隘耶 是 因為右手邊這邊 有一個大的柱子 那左手邊呢 我這邊也會看到廚房 其實我用這個畫 缺點為優點 那左手邊這邊柱子上面 把它做的一個古典的造型 然後上面搭配上有鏡子 可以作為順便出門的時候 可以當了寬衣鏡 OK 然後左手邊這邊呢 用了一個雷射切根的屏風 好漂亮喔 那雷射雕花好美喔 那一路連過來呢 這邊有個頂天立地的那個 羅馬柱 對 然後再者呢 清雲看到什麼 我的天花板對不對 對啊 其實這樣連過去真的很美 因為很像我在看到很多去歐洲拍外景 或拍建築物 他們建築物 只要你抬頭看到的天花板 都會是這種高聳的感覺 對 可是這次不同的是 清雲我覺得妳有發現喔 妳看我的線板是框在外圍 對耶 可況裡面原心沒有完全的跟它混合 還是有凸出來兩公分喔 有 我有看到耶 這樣可以創造到立體的感覺 對耶 再者我會希望它能夠霧高越拉越高 讓這個水晶吊燈 它的垂度感會比較美 我懂了 妳多那兩公分不切齊邊緣 真的反而有製造更深更高的感受 沒錯 好 一般我們來看到玄關的時候 端頸應該會在一進門 我眼睛要看到的地方嘛 正面嘛 對… 對 可是妳把端頸放在這邊 右手邊 因為這邊有個柱子嘛 那左邊又要收納櫃 那我特地創造出這個空間出來 有一個凹洞 你看凹洞不是就這樣的喔 它外面還有穿一個大框喔 有 我也看到 你看喔 這線滿寬框 有 還有下面一個角柱 然後中間這個就是一個內容物囉 所以這個玄關桌也是我特地幫她做設計的 然後你看 鑑魚它只有兩隻腳了 對 它本身就像是一個藝術品喔 沒錯 然後它是整個用列紋漆來做修飾的感覺 非常的精緻 因為這邊原來建築物這邊左邊 右手邊這邊 牆面有個原有的那個電錶箱 所以我也設計了一個玄關鏡 本來這邊可以順便把那個電錶箱遮住了 順便把這個玄關的感覺 把它奢華的感覺更淡得出來 來 我們來看這個 因為屋主希望他們家還可以有這種 三五好友聚會的 Lounge Bar的這個設計 對 就在這個空間喔 我想喔 這對時尚牙皮的屋主呢 因為本身希望家裡可以朋友來 有Lounge Bar的感覺 所以我們創造出了這一個區塊 對啊 為了創造這個黑白對比的時尚風呢 就把它整個上面穿的一個烤漆玻璃 黑烤 黑烤的衣服喔 對 一個一直連過來 包含呢 要進廁所的那個門也很醜 我也把它重新的穿上衣服 重做了一個隱藏門 外面加烤器 烤波 然後一直連過來 吧台上面 這邊也是整個的是黑烤 OK 所以這邊都是原來建商廚房的位子 跟原來建商廁所的位子 對 都沒有更動 可是這樣子換上一層烤漆玻璃的衣服 這個空間 除了時尚感之外 我覺得無形間放大很多 對啊 這一個酒杯架 我覺得應該也不是我們制式的規格 對啊 這是我特別去訂做的 因為它跳板夠高嘛 然後屋主又不想說 要有傳統的那種吊杯架 一般就是不鏽鋼嘛 大概30公分左右 那因為我這個條件比較好 是我屋高比較高 所以呢 我就把它訂做這個 你看這個柱子這邊是家常的 家常的 對 讓這個我們你看 取拿之間是很free的 是人體工學的一個高度 沒錯 這個八台區其實 一般來講 可能能簡單做的話 這個腳不會切這麼漂亮的 對啊 可是倩允看 它又厚 厚 然後在左邊那邊 動線上 我又把它做一個阿角 這是非常費工的啦 很費工的喔 可是我覺得使用者應該會很安全 因為至少我進進出出 我不會容易碰到那個腳 對啊 讓客戶覺得很感心 其實像這樣的一個八台 大部分我們的視覺焦點 並不太會放在它的下方 對啊 可是你並沒有 因為我不去看它 妳就不認真的去做它 對 所以它下面呢 其實我還是用那個 菱形切割的方式 然後加上噴黑色的漆上去 然後它踢腳板的部分呢 我也是用黑白對比的感覺 然後踢腳板的地方呢 上面還特別滾了一個 很精緻的線板 有啊 其實像這樣的東西 踢腳板 線板 或者是像格林文 分開我們其實都看過 常見對不對 對 可是把它組合在一起 就會看得出來是沾設計 是特有的味道了 對啊 我們可以發現 就這個空間當中最重要 精神所在主軸定位 就是這個床的位置 對啊 所以我剛才我有講說 因為它的地形地貌的關係 是一邊有一點點斜的 所以我利用它這個斜的優勢 把左邊這邊原來也有點窗戶 我蓋了一點點 然後一般是平面做兩兩相對稱 沒錯 那我這次挑戰做斜面 也把它做成對稱的感覺 有立體層次的對稱 沒錯 讓我們床在這個位置 也感覺比較 有被包覆比較安全的感覺 再者這個床頭部分 床頭我也是有做這個 包PVC皮 然後去做這個拉扣的感覺 然後不僅就這樣子 裡面還有一個 可以收納包包的功能 這個床頭因為本身是一個 這樣八角然後包覆的造型 所以它的床頭櫃 也一定要符合像這樣子的設計 沒錯 芊妤你有沒有看過 三角形的抽屜 沒有啊 這第一次看得到 它不會外面看起來是四方形嗎 是啊 然後你看加個水鑽 打開 就變這樣 這個空間真的能用就用 對啊 那時候就是 口頭塞乎了 所以我真的覺得 妳的東西美歸美 實用 一定要的 很重要 沒錯 如果妳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別忘記開啟小鈴鐺喔 下次見 またね